巴勒橋和Granville橋是拼牌橫越福溪的西端 這條橋在1932年7月1日開通 它的總長度是836公尺 這條橋連接溫哥華市中心和Kisslano區 現在這條橋有五條行車線貫通兩岸的巴勒街 並且有行人道和單車通道 溫哥華市連接的三條橋 Granville橋、Kamby橋、巴勒橋 是三條橋之中最短的一條橋 早晚都很繁忙 我亦都很喜歡在這邊跑步 大家好 今天做一個三文治 這裏有兩片Maldi Grand麵包 我先拿去烤 三文治很多人會用香腸 今天我不想用 因為醃製的肉類 醃製的鹽份很高 我今天會用兩塊豬扒 我覺得比較健康 吃到真正的肉 不需要很高鹽份 其實不太健康 我用兩片豬扒 用刀背 剁鬆 少許胡椒粉 少許味醃 少許堅魚 坤部汁 然後我放一些蛋白 少許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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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拌勻 少許鹽 少許鹽 放少許生粉 小蚊子上學後天又開始冷 早上叫小蚊子起床很趕 有時很用心 自己起床去煮一個好美的早餐 但也不夠時間讓小蚊子坐著吃 就要出門了 這時用三文治隔好食材 讓小蚊子在車上吃 小蚊子早餐吃得飽一點 就去上學 如果不是早上有時間很趕 就算倒了牛奶 但未吃到兩口 可能要趕著出門 因為早上送上學很多時都會塞車 現在醃好了 拿去煎 把麵包煎了 把麵包煎了 早上媽媽早上比較趕 如果媽媽要上班 可能會更趕 早上可以餐時間 大概要做三文治 要多久 早上準備好食材 那些豬扒 我們晚上就去醃好 這個麵包就烘好了 豬扒不是太厚 是很快便會熟 但豬扒一定要煎熟 其實這個理念 就像澳門的豬扒包一樣 我們真的一口吃到真正的豬扒 不是像香腸 火腿腸 或者煙三文 它是醃製過的 始終你小朋友吃得太多 醃製過的食品 都不太健康 我今天就是做一口花文治 兩片都放下 那時候小朋友吃什麼呢 就靠媽媽去煮給他吃 始終不想小朋友變成肥子 吃得太過量 所以我們做媽媽就要把關了 一定要把好這個關 就是食材 新鮮 和不要買的加工食材 這裏不是太多油的 放少許油 兩片就散開 好了 酥扒就煎好了 其實營養夠豐富 如果早上小朋友吃一下 早餐可以頂到下午吃午餐 如果小朋友回中學 活動量很大 可能早上有一堂PE 去跑步 去打球 所以早餐是很重要的 有些小朋友不喜歡吃這些荷包蛋 可以炒蛋也可以 發了兩隻蛋 然後放少許白的蟲露油 有些香味 放一點胡椒粉 放一點點蛋漿 用來炒蛋也可以 有些人不喜歡吃荷包蛋 這個荷包蛋 其實外面的蛋白已經煎熟了 現在已經是金黃色 但裡面還有蛋漿 非常好吃 非常好吃 好了 我們過去做三文治 也要做一件小食 很淡 薄餡 如果配搭 牛油果 可以放一些他 如果不放進冰箱中 一團煮熟 一團煮熟 用來熟熟 吃不切 所以我建議 你會選擇 提早2天放一枝 其他枝放在冰箱上 不熟就一起熟 熟果籠会黑 所以要注意 放齐齐食材 在中间切成2件 今天是法国式的食法 放些菜在表面 放入蛋 蛋上铺2块 这是法国式的食法 它是一片面包 可能法国女人不想吃太多的面粉 所以放一片面包 吃多的时候 就这样拿起来吃 一片面包 没有负担 煮好了 这个餐 如果给10元拿回残 就反转 放一份食材 不要放两份 有蛋 又有猪扒 又有牛油果 又有法式丸芝士 又有无花果 两个人份量的餐就完成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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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 的 这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